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为大妹妹和赵友廷这对桃花嬉皮劝了不少分 现在姑姑和姑父的各种举动也是能引起不少热度讨论 那最近两人又为时尚八杀拍摄了双封面画报 最重要的是两人把实力桃林的画风带到了这一世 姑父赵友廷依旧是简单的黑色衣服帅气逼人 大妹妹身穿飘逸的纱裙 背后满是桃花 在拍摄的洞土里桃花纷飞 简直美得没话说 除了桃花的元素 蒙眼沙金和欲亲昆仑善也出镜了 不少网友看了之后表示 这又美又鲜的画风 又要被姑姑姑父聊到了 除了这点小小的桃色画面 姑父又来了点劲爆的 近日网络曝光了一段赵友廷参加一档综艺节目录制的视频 除了在节目中大胆施爱老婆高圆圆 称她的吻唯有天上有 还在被主持人问到那杨蜜呢之后 首次回应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中 与姑姑杨蜜的吻系口感很有弹性 果真姑父还是文系界的扛把子 既然提到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那就再来看一下因为在片中饰演 东华帝君爆红的高伟光吧 最近由知名爆料大V爆出一组高伟光的照片 顺便把高伟光的恋情也给爆了 近日高伟光正在横店拍戏 这期间也获得了女友的探班 两人还在酒店缠绵过夜 具体情节请自行脑补 在被拍到的照片中 高伟光更是半裸出镜 甚至是穿了一条内裤 不少网友看到高伟光恋情曝光之后表示 帝君的身材果然很好 阿勒跑远了 难道不应该是熏腾小凤酒的节奏吗 想到在电视剧中 胖狄始变浑身技能 也没能把帝君取回家 这会儿高伟光又撇下胖狄 令你心欢还真有点心酸 不过呢 电视剧毕竟只是电视剧 还是请各位身陷情节 无法自拔的小伙伴们行一行 既然人家恋情已经曝光了 咱们还是祝福两人吧 也希望高伟光也真的像他的微博名字一样 做一个深情的高伟光 除了网友们祝福的恋情 娱乐圈内还有一组 总是站在热度风口浪尖上 会收到祝福 但是也常被有些人骂的一对 陈赫张子轩 因为陈赫离婚事件 尽管最后多方都澄清了 张子轩并非婚内插足 但张子轩也没少被骂 所以至今张子轩的微博评论还是关着的 陈赫和张子轩的女儿出生后 陈赫就在晒娃爱娃的路上一路狂奔 相对而言 妈妈张子轩就低调了很多 很少公开晒孩子 但是近日张子轩运期照片和运期记录曝光 怀孕期间张子轩坚持运动 还有即日节的习惯 在日记中提到一个细节 就是张子轩希望孩子 不要在陈赫出晒的时候出生就好 也是满满的甜 此外张子轩和和网友们 分享了不少运期妈妈的运动心得 在张子轩快要生产的那段时间 虽然大着肚子 但依然能看出身材依然纤细苗条 照片中还有穿着仙气适度的沙衣 很显性感的相当为美 在爆出的照片中 还有一张是只有张子轩肚子部分的照片 照片中张子轩手切着肚子比了个心 另外还有陈赫的一双手 抚摸着张子轩的韵度 虽然两人没露脸也是相当有爱 回想两人恋情曝光到现在 虽然遭到不少人的攻击 但是两人的浓情蜜意还是挡都挡不住 虽然会顶着被一群网友骂的风险 但是陈赫的微博中 经常能看到秀恩爱的画面 比如必不可少的情人节纪念日的遗秀 日常晒狗 甚至还有陈赫为张子轩下厨房做菜的 居家好男人是秀恩爱 而张子轩的微博中 也经常能看到陈赫为他拍的照片 就是频频繁繁的互动一下 也是抑制不住的甜蜜呢 不过对于这些种种 也有网友说 张子轩为了洗白 步子卖的也是有些大了 反而让人觉得有些反感 说到春天来了 就不得不说起阿娇钟心童 前段时间阿娇刚被拍到 与超级富二代秦粪 在篮球场暧昧的照片 被一众网友以为阿娇恋情曝光了 但还没来得及祝福 就被经纪人还有搭档阿萨 秦粪女友登的一票人 澄清说两人只是好朋友 于是网友们回想阿娇以往的情路 真心心疼阿娇 和秦粪的恋情虽然不是真的 但是最近阿娇在一档节目中 谈到自己的爱情观 让现场嘉宾一阵心疼 并送上祝福 希望阿娇可以赶快找到爱情饭碗 没想到阿娇却回应 我已经找到了 难道这也是恋情 马上要曝光的节奏面 不管了 先站坐主部女神 阿娇这是找到了爱情的饭碗 但黄萱是饭碗还没到手 就被自己打翻了 最近武力国民初恋 黄萱做个金星秀 在节目里 黄萱也是热耿直 对金星挖的各种坑 也是直直的往里跳 在快文快答环节 金姐更是犀利的提到 之前网络流传的韩国女友一事 黄萱一点都没有回避 耿直回应 当时想试图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但是很快就发现彼此不合适 这几乎是自毁爱情范碗的功力 也指服武力初恋男神了 好了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来啊 大家一起去恋爱啊